今幾年在台灣刮起了健身風潮 越來越多人會開始購買高蛋白零食 就是希望能有效維持最佳體態 但這類型的產品 在過去幾乎都是從國外進口的 2017年這三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 決定要製作符合台灣口味的高蛋白零食 他們先在募資網站上來試水溫 沒想到一舉創下食品類別最高的募資金額 而到了2019年 產品又再被稱為是食品界 密其林的國際風味評鑑大獎 得到了一星評鑑 能同時獲得了消費者 還有美食家的青睞 到底他們的高蛋白零食有多迷人呢 趕快來一探究竟 無論是巨石強森還是美國隊長 他們能夠擁有人人稱獻的健美身材 除了規律運動 還要有相當程度的毅力 克服口腹之欲 但要做到完全不吃甜點 談何容易 因此國外早早發展出替代性商品 其中又以高蛋白營養棒最未常見 一樣熱衷健身運動的 David葉佳修 已經有超過十年的運動習慣 他對國外琳琅滿目的高蛋白棒產品 印象深刻 因為三十歲以前他在跨境電商工作 常常國外出差 為了抵抗外地隨處可見的速食誘惑 就會去購買高蛋白棒 所以其實他們在7-11的架上 其實就有很多的protein bar 就是有很多的蛋白棒 或蛋白質類型的零食 那甚至你可能去遇到可能大賣場 它的protein bar的類別的產品 其實可能會比snack bar 就像四利家這種傳統 大家認為的 就是能量補充的零食還要多 國外選擇多是多 但吃下去問題就來了 原來國外的高蛋白產品 雖然不加糖 但是有大量的代糖 加好加滿 我當初接觸美國這些 高蛋白零食的時候 其實就會覺得 怎麼這麼甜 對 就會很難 很難下咽這樣子 因為真的是很甜 那所以你必須要配很多的水 然後才能把它吃下去 東方西方口味大不同 想讓高蛋白食品 變得跟台灣的甜點一樣 讓人充滿幸福感 又不會太過甜膩 這會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嗎 來到雅雅楊敬雅的食鹽廚房 手上正要過篩的 是巧克力粉和高蛋白粉 高蛋白它的質地 跟那個一般的麵粉 其實是差滿多的 所以都要就是試過很多次 這中膨振的雅雅 擁有法國藍帶學院的高級證照 也是另一間知名蛋捲品牌的 創辦人 原本想要再開一家咖啡店 發揮自己的甜點專才 沒想到在朋友介紹下 David找上門 希望她能幫忙研發高蛋白零食 剛開始接觸到這個材料 會覺得說 那它應該就是跟一般的粉類 就是像麵粉那種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應該操作上 應該很簡單吧 我學了這麼多 應該就是隨便做 都可以做得出來這樣子 藍帶加深原本讓雅雅自信滿滿 但實際操作後 她卻開始懷疑人生 因為高蛋白粉 拌成麵糊後 很快就開始吸水 變得越來越硬 就算順利送進烤箱 出來的成品 也是她的慘不忍睹 幾乎是每天在做 對 然後就是一直去調整 它的比例這樣子 然後去甚至去試了 很多品牌的蛋白粉 研發過程很孤單 雅雅問了一輪 身邊的親朋好友 就連過去藍帶學校的 老師同學 都沒人用高蛋白粉 做過烘焙 她只能土髮煉鋼 這樣一步一步 就是去把我所有做過的 甜點的做法 都先套到這個 高蛋白粉的產品上面去 硬著頭皮 從高蛋白戚風蛋糕 吃到高蛋白巧克力派 歷經好幾個月的摸索 端上桌的甜點 漸漸從不明物體 轉換成大家熟悉的 下午茶美食 當初David最在意的甜度 跟在地口味 雅雅也用寡糖跟健康材料 來製作 像國外的他們那種 就是蛋白棒的部分 他們的巧克力 可能會是用那種 人工的巧克力 就是它的成分 可能會是棕櫚油 然後去製作那個巧克力 那它的話就會可以 比較耐高溫 它可能要到四十度左右 四十度以上 它才會融化 那但是我們就是因為 自己要吃也希望吃得 健康一點 所以我們其實是選用 比利時的七十趴的巧克力 去製作這一支產品 由於成果讓David跟雅雅 都很滿意 再加上另一位創辦人 楊里洪 也希望能將產品推到市場 他們決定在群眾網站上 進行募資 科技類型的商品 那其實金額通常 叫上百萬是很簡單的 但因為食品類別 其實在台灣來說 在我們做之前 其實是幾乎是沒有有超過一百萬 以上的專案 對 那我們 我們推出了三個專案 那每一個都超過一百萬 所以目前在食品類別的話 我們算是在折折的 紀錄保持人 勾達五千人贊助的募資專案 他們自己也嚇了一跳 事實上 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六年間 全家健身房 就從一百三十一家 成長到兩百九十九家 健身人口明顯多了三倍 但是他們沒料到 台灣對高蛋白零食的需求 也比當初預估的還要多 因為我們創立第一年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 陸續有海外市場的 合作夥伴在洽選 因為其實我們的商品 在亞洲市場算是比較特別的 很快的台灣第一個 高蛋白零食產線 從二零一八年開始运轉 好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做 我們蛋白派的 就是其中的製程 創辦人之一的楊李宏 夾族原本從事食品機械的製造 確定高蛋白零食有訂單後 他讓製造產線迅速到位 他們這邊的話就是會去看 每一個切出來的外型 是不是方正 然後如果確認OK的話 他們就會讓他過這個巧克力瀑布 然後去做coating這樣子 牛奶跟高蛋白粉調和出來的風味內餡 淋上有絲滑質感的比例是巧克力 原本常見的棒狀產品 也被他們改良成 一口酥大小的高蛋白派 食品機械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種的生產線 然後從餅乾的也好 牛軋糖的 或者是雜糧棒的 然後一直到什麼米果 然後到油炸類食品 其實我們有做過很多種的生產線 豐富的零食生產經驗 讓他們顛覆了一般人 對高蛋白零食 都是營養棒的刻板印象 現在工廠每個月 穩定出貨 十萬顆高蛋白派 品牌線上的會員數 也在不到兩年時間 從五千人增加到三萬人 其實在蛋白質補充 在美國市場 或是在歐洲市場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大的課題 歐美國家 對高蛋白零食的需求 還在逐年递增 而台灣第一個國產的 高蛋白零食品牌 正由三個平均年齡 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 積極開拓 他們相信未來世代 人們對零食的定義 會有新的想像 我只想要一個好看的 我想要一個好看的 我只想要一個好看的